在這個定位的基礎上 如果大陸當局打算在中華聯盟共和國的定位程式上 來進行談判 我們就必須以中華民國來定位自己 我們相信兩岸關係的明確定位 可以促使雙方在誠意跟對等的基礎上 開展更高層次議題的協商 只是把現狀更明確的一種政治宣誓如此而已 因為我們也並不會因此而去修憲修法 所以就談不上所謂的收賄的問題 還要想問他 還要問他